疫情之中催生了中国大批新业态新模式 五一假期中国电商销售普遍快速增长 直播带货迅速窜红 不少市长县长都亲自开启带货模式 近日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指出 新兴消费将持续紧喷 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当前的我们的快递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天一亿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快递比去年同期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四数 现在我们的电商疫情过后 他们更加抓住了 比如说健康消费 体育消费 中国会将在未来这种新型消费 将会成井喷式的发展 中国的消费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40亿 那么今年可能会再次技术上 增长达到45万亿人民币 今年有望中国成为全球消费第一大市场 魏建国表示 如果中国能抓住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新模式涌现带来的机遇 不仅能够提振消费增长 对推动消费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有好处 同时他也提醒 针对部分电商平台存在的假冒伪劣 以次冲好等现象 中国应加大打击力度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此外 中国外贸走势目前备受关注 据官方数据 4月中国出口同比大增8.2% 增速是去年同期两倍有余 似乎已脾及泰来 但3月以来 欧美多国企业因疫情形势严峻 取消订单 又给中国外贸前景蒙上阴影 对此 魏建国表示 中国外贸的独特优势 在于极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跨境电商三种贸易方式与一体 有利于在出口受冲击之际 提供解压阀和减震电 现在的跨境电商 它具有无穷的这个生命力 我把它比作是 中国外贸的这个 未来的充满获利的细胞 中国会成为全球的跨境电商 和网上采购的头发教育 我相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么金出口贸易 它就会有更蓬勃的发展 今年的外贸 我个人认为 会出现一个前低 第二季度恢复 第三季度比较高 最后第四季度翘尾巴 据了解 受疫情影响 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前景不妙 但中国吸收外资却逆势上扬 据中方统计 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同比大增11.8% 不仅扭转了3月的下降态势 也远远高于去年同期 6.3%的水平 在卫健国看来 今年中国吸收外资 有望在去年基础上增加到 1500亿美元 原因有三 第一 今年是中国 新的外资投资法的 事实的第一点 第二 今年我们对 整体的 营造全球最佳的营商环境 下了功夫 比如说 对我们整个质量保护 我们设立了 加大的惩罚的力度 第三 中国将是全球以后 最大的消费市场 那么在消费市场本身建设 就是投资转口型 改为投资消费型 所以这些转变 突出了现在 外资更加看重中国的消费市场 我过人认为 今年会在这场 达到1500亿美金 那么中国会成为 越来越多跨国公司 和投资者的首选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